我们先谈物馆 物馆有两个问题要面对 第一就是它是行业透明度高 还有前景好 但是都是估值高的 如果未来就是说大市 无论是美国还是香港 都要杀估值 就是有一个逆转的时候 这一类之前我们上半年 炒得比较急的股份 会不会说杀估值的时候 它又会跌得比较急 第二个问题就是 好了 物馆估值40只 你会建议真的选择一些稳固的 龙头的有条件去做收购 还是有一些二三线的 你觉得直博率会高一点 我自己觉得物馆 当然估值大部分来说都偏高 特别刚刚你提到 越好越龙头越大质那些 估值越贵 没得便宜给你 所以我觉得杀估值是一个风险 如果整个市场真的不对劳 一些高估值板块全部都塌 物馆股是属于其中之一 但是我为什么都觉得这个风险 暂时可以放在一边 因为一来 你说现在估值昂贵 业绩还未出现 如果你说未来出中期业绩 盈利有一个很厉害的增长 甚至乎再延续到下半年 那4月PE又可以叫下来 其次你问我怎样选择股呢 我自己还是偏向选择大不选择小 特别我会倾向选择一些 之前管理层是给了guidance 未来的三年至五年 那个年均复合增长率 都可能有四成至五成以上的 那些公司 或者可能近期都做了一些 比较大型收购 而收购股值又便宜的股份 例如我自己看得比较好的几只 龙头6098 另外是容创服务1516 另外也可以留意 那只小一点 但都是高增长的 例如3913合景游活 这些都直博 另外一只比较落后一点 雅生活 我想它的股值比较便宜 但质地也算不差 所以这几只物馆股 就是我下半年关注的股份 总和自己下半年难过 耳朵股份 0165